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察人士认为 习近平现在四面都是敌人 对谁都不放心 今年中共政坛很有可能会出大事 李尚福消失17天 隐传言四起 9月15日 大纪元记者查看中共国防部网站 发现李尚福的活动信息仍停留在8月29日 当天他在北京出席了第三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 这是他今年3月获习近平提拔成为国防部长后 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算起来 李尚福已失踪17天 网上出现各种传言 由指李尚福已被抓并供出一批将领 包括军工要员等 甚至有人指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也有危险 但大纪元无法独立核实这些传言 资深评论人 作家蔡胜坤15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虽然有关李尚福的传言目前难以证实 但是过去国防部长经常露面 现在很长时间没有露面就会引起人们关注 最重要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对火箭军的整肃 后来又传出抓了国防口 国防航天工业部门的领导抓了一大批 在这样的情况下 肯定就会牵扯到李尚福 李尚福是中共红二代出身 他在三月接任国防部长之前 担任了近五年装备发展部部长 今年7月26日 中共军委发公告 要求相关人员举报自2017年10月以来 均被采购招标的腐败线索 到查的时间 正是2017年9月 李尚福接替张又霞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之后 早在9月7日 蔡胜坤就在海外X平台发布未经证实的消息 指李尚福因涉嫌贪腐和严重违纪被查 蔡胜坤对大纪元表示 我是从最早看到火箭军出事之后 火箭军高层换掉了 整个原来的班子一锅端之后 我就意识到李尚福很可能出事 后来就一直观察 没有看到他出来 再加上后来在9月初的时候 国内有信息传出来 说他出事了 但是 没有任何权威的人愿意证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但蔡胜坤认为 李尚福落马这个消息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 9月11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曾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李尚福是否被查 他没有正面回答 唐瑟说我不了解你所说的情况 不过 毛宁的这部分回应在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删掉了 蔡胜坤表示 如果是李尚福没有出事 毛宁完全可以否定回答 他还可以说 国防部长正在正常地按照他的工作流程在工作 外界不必要有过分的解读或者过多的揣测 他完全可以用这样的语气来回应 那不就一下子把所有的谣言就抹过去了吗 从他这个回应来看 李尚福出事是肯定的 而且是很明确的 路透社9月14日援引三名直接了解此事的越南官员的话表示 李尚福原定于9月7日至8日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主办的房屋合作年度会议 但会议前几天 北京告诉河内取消会议 称李尚福部长健康状况不佳 蔡胜坤表示 说李尚福健康不佳 跟前段时间中共一度说秦刚没露面是身体健康原因一样 结果后来人大走一个紧急的流程 把秦刚的外交部长免去了 消息指李尚福供出装备部大批人 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9月15日对大纪元说 李尚福是9月1号被捕的 被捕之后他就被控制起来了 那控制起来 他在这个期间一共是有七八天的时间 整个就有多名的这种重要的位置的官员 军队的官员就被捕了 国家军委装备发展部目前一共是抓了八个人 其中有六个是副部级的军队干部 就是军以上的干部一共是有六个 两个是局级的干部 八个人都是李尚福自己去指认的 赵兰健表示 李尚福被抓后 短短几天就招供了很多人 指认了很多人 军方高层人人都处于一种惊恐的状态 因为这个动作太快了 像这种规模的军中的整肃和清洗活动 使最近几十年都很少有的事情 是异常的残酷和激烈 有关李尚福出事一事 三名美国官员与两名已听取相关情报简报的人士 对外媒指出 美国政府判定李尚福已被免除身为防长的职责 蔡胜坤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的装备发展部 也就是原来的总装备部 如果要抓的话 官员都可以全部抓完 因为中国过去的国防工业也好 都是通过装备部 在认证项目 在发放资金 所以存在腐败是必然的 尤其是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我相信中共也提供了一些军民融合的产品 这个产品在俄罗斯肯定是受到了巨大的挫折 才会导致他现在回头来查现在的军工装备 来查整个国防体系 不查就没事 一查就全都有问题 分析 习队谁都不放心 政坛今年会出大事 赵兰剑15日对大纪元说 从李尚福的事情 人们可以看到中共军队内部的混乱 但也可能有一些军队的高级将领 他们看到了目前中共的困境 想要改变 可能会有一些举动 然后当政者 最可能觉得自己的政权 权力受到了威胁 所以就产生了内部的厮杀 以这种反腐的名义 去清除了政治对手 蔡神昆则认为 自从俄罗斯出了普里戈金兵变之后 习近平现在对军队 特别是对这些高级将领 是严防死守 他得罪了整个军方 得罪了整个政治高层 政治官员 所以他知道他四面都是敌人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他多疑 猜疑什么样的心态都会出现的 只要是某一件事情 查到跟这些官员有牵连 或者是对他的忠诚度大大损失的话 他就会用腐败来查他们 俄乌战争爆发后 北京与俄罗斯的互动 一直引发国际社会质疑 今年6月 俄罗斯瓦格纳集团 一天告庭的未遂兵变 引起国际关注 多方评论都点到兵变首脑普里戈金 本是普京数十年亲信 而习近平也可能对他在中南海的处境心有不安 赵兰剑说 中共的内幕太丑陋了 他为了安定民心 为了去表彰他自己所谓的伪光正的形象 他就要去做更多的隐藏 公布出来的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 蔡深昆则表示 现在可能不仅仅只是李尚福出事 去年二世大之后 整个中国政坛依然是刀光剑影 没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候 因为对习来说 他身边没有放心的人 除了蔡奇之外 李强他都不可能完全地放心 包括他过去最欣赏的王小红这些人 我觉得他都不可能完全地放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 整个政坛今年还会接连地出事 很有可能会出大事 至于究竟谁能够笑到最后 我们好好地看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此类话题感兴趣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留言分享 我们下次见